看到修定的 修禅定的那些同餐道友们 得定的 他见过 开悟的 他一生当中不但没有见过 听都没听说过 要开悟才能处得了三界 得定 果报就是在四禅天 四空天 出不了三界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定要射掉之后 环要堕落 环要轮回 所以这个是不究竟的 说明禅根尽这个功德利益相差巡述很大很大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菩萨于七地中 得大极灭 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 七地是一个关卡 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就是七地菩萨的定功已经很深很深的 有出有入 有出有入的定 七地是达到最高峰了 因为再往上去就没有出入了 有出有入 这是最高峰 所以得大极灭 这个定境当中呢 境界里面呢 上不见诸佛可求 下不见众生可动 也就是大乘法里头常讲的 无福无众生 定境里头是这个境界 可以说的是 接近平等 他得的是相似平等 不是真平等 突破到第八地的平等 平等法人 真平等 这相似 接近平等 而不是真正的真德 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有个错觉 如果有个错觉现前 那个麻烦就大了 于是佛道 正于是己 就是向小乘过罗汉入半叠盘了 灰身灭脂 入半叠盘了 这个叫大乘法 七地菩萨也会遇到这个境界 这个时候要没有人提醒他 很容易啊 就是误入歧途 这个就是灰身灭脂 入这个百叠盘 这二十日 若不得社方 祝福神里加劝 即便灭脂 于二臣无异啊 跟这个沃罗汉 跟这个披之斧 没有两样 他就入灭了 所以 金刚经上常述啊 这个祝福 互念主菩萨 实际上 大菩萨也互念这些小菩萨 这个七地 都算这个 七地以下都算小菩萨 这个七地 像这个八地 九地 十地菩萨 看到七地菩萨在这个境界里 赶紧去帮助他 告诉他 你所证的这个境界不是究竟的境界 不是圆满的境界 还要往上突破 那么他经过这个一提醒 他就知道了 菩萨若往生安养 安乐啊 见阿弥陀佛即无此难 射方世界菩萨 这个七地菩萨修行 会有这个关卡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 没有 为什么呢 他是时时刻刻的阿弥陀佛 有本月威神的加持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 他不迷 他不邪 不染 这个是佛力加持 纵然他化身到他方世界 乃至于我道里面去度脱众生 他也不迷 不邪 不染 这个是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 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 确确确实实超过祝福察普 我们从这个往生论的文字并不多 仔细去观察 实实实实在在超越祝福如来 所以一切祝福劝灭我们 菩萨劝灭我们 祖师大德劝灭我们 依然有许许多多人 我们还是不相信 这也是证明了佛讲这个法门 叫难信之法了 这一劝就相信了 那就不难了吧 劝了还不相信 佛劝不止一尊佛劝 所有一切佛都劝还不相信 这就难信之法了 这真的是难 那么相信一定有相信的因缘 就是过去身中善根成熟 现前得到祝福威神的加持 这个是很幸运的 古人所讲的无量皆来 虽有难逢之一日 我们今天遇到了 万万不能错过 错过了以后 又不晓得要到哪一生哪一节 你才能够再遇到 所以这个因缘要珍惜要抓住 这一生当中决定一门神 决定求生净土 这个就不错了 今天就讲到此地 今天就讲到此地 第十四面 从第五段看起 这是华佛第五 这是华佛第五 今天是我的佛 他放佛陀 祝菩萨众 来生我国 究竟彼制一身补出 除其本愿自在所化 为众生故 拼洪世凯 积累得本 度特一切 由祝福国 修菩萨行 供养 释放祝福如来 开化横杀 补量众生 实力无上真正之道 超出常能驻地之心 现前修习 故行之德 若不而知不去正觉 这一段 是阿弥陀佛 在因地修行的愿文 彌陀在西方视线尘服 我